鑑於疫情持續及未來需求不明朗 本國第二大航空公司WestJet西哲航空 3月取消兩成航班 鳳蘭傑報導 西哲航空之前已在2月取消兩成航班 如今將取消措施延長至3月 西哲方面表示雖聯邦政府有關疫情下取消非必要出行的建議 以及病毒測試、疫苗接種等要求暫時 但兩年後的今日疫情前景仍然不明朗 旅客出行的需求無法預估 為求生存只能削減航班自保 西哲呼籲聯邦政府盡快公布重開經濟的時間表 以便作出計劃安排 自去年11月以來西哲及旗客 Group 已取消超過1萬1千架航班 佔總數4成8 而最大的航空公司Air Canada 自10月中旬以來也取消超過1萬6千架航班 佔總數4成1 自10月中旬以來也取消超過1萬6千架航班